在驚喜之前呢 我需要再确认一件事情 我想知道 你有没有因为我有孩子 而有所顾忌 毕竟我们在一起 有孩子在 肯定不会那么潇洒的 那么假如 你跟真总在一起的话 别的不说 肯定要比跟我在一起洒脱一些 我想知道 在你那心里 是更想要更忠贞 还是跟我 至于男士 准备好来看你的惊喜了吗 我一直都不是一个主动的人 可能爱于面子 也有可能是因为受过伤害 但当你出现在我生命里的时候 我全然不顾别人的看法 也对爱情燃起了新的希望 我知道 我现在毫无矜持可言 但我想要你明白 明白我的内心 有多么渴望我们的爱情 此时此刻 故意 我毫无顾忌 故意 你愿意娶我吗 你无论 你 Planning 你这说话 你不听着她 你这就摸死了 你不听着我 你不听着她 她就不听着她 你不听着她 这个事情 你不听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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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听着誤手 我还愿意地 这个女人 你给孩子老师拍个信息 介绍一下自己 完美以后你去接孩子 给孩子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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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来 吴依依 我现在有点忙 你把超市买回来的东西 放在面箱里好不好 明天去接孩子 去爸妈家 你帮着妈妈盯着师傅把空调削完 盯着孩子多吃点蔬菜 别老顺着爸妈给他吃一堆垃圾食品 怎么了 不高兴啊 不要生气嘛 我刚刚又不是故意使唤你的 我计算你做好吃的 老公 老公 屋子好了 怎么办 我在问你呢 怎么办 那这样吧 我做一个瑜伽动作 你要是能完全模仿 这些我全包了 怎么样 好吧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是不是故意耍我呢 开始耍辣了是不是 行 我倒要看看 你脸皮有多厚 老公 我最近学习了些巴西柔术 你知道吧 那我展示给你看啊 那我展示给你看啊 好的呢 我最近不光学习了一些巴西柔术 还学习了一下泰拳 展示给你看啊 好 没事吧 行啊 我搭走还不行吗 我可不想当个寡妇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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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